大家好,我是王群光医师 今天我在这里要跟大家谈一下隐私密码 隐私密码就是要根据当你还是十个月婴儿大的时候 你妈妈提供你吃的母乳的成分 营养的比例来吃 这个就是我们强调的隐私密码 我们一共分成三个单元 一个就是要按照母乳脂肪酸比例来吃油 第二就是按照母乳母奶乳糖比例来吃碳水化合物 第三就是要按照母乳氨基酸比例来吃蛋白质 在这里我们先谈一下脂肪酸的比例来吃油 我们做的是中道自然医学 所谓中道自然医学就是强调一点 所有的疾病,大部分的疾病,后天性的疾病 都是酸跟自由基堆积在细胞里面的 所引起的 那么所以我们一定要把酸跟自由基排掉 那么要预防酸跟自由基产生的方法 最好就是按照这个我们妈妈所提供的基因密码来吃 就不会累积过多的酸跟自由基 就算累积多了呢 也要想办法把它排掉 这个图呢 讲的就是说 上面 莫里斯的部分就是 这个46就是当我们10个月大的时候 妈妈所提供的乳糖碳水化合物 是占每天需要总热量的46% 那么这个中间的47呢 就是说脂肪是占总热量的47% 蛋白质呢 是占7% 所以我们现在人长大了 当然比例可以有点变动 所以我们讲的正常的饮食 它的这个 葡萄糖 它水化合物的含量就是占能量的50% 脂肪占40% 蛋白质占10% 就是50 40 10的比例 这个叫做正常饮食 叫长糖生酮饮食 我们应该每一个人都要这样吃 才能够防止生病 所以说我们要怎么样吃油呢 讲到油 我们就可以知道 油分可见油跟不可见油 可见油就是你眼睛看得到的油 那里面没有水 没有碳水化合物 也没有蛋白质 它就是油而已 另外一种油呢 叫做不可见油 不可见油就是 你吃的肉啦 蛋啦 奶啊 各种东西的这个油 看不到的油 那我们每天可见油要吃多少呢 就是一公斤体重最少要吃到一cc的可见油 我们是指Omega 369 那么在一公斤两cc以下都是可以被接受的 这个就是我每天吃的这个油 我每天这个最右边的HRV油 它是杀鸡指数油 还有黑猪粒油 我每天吃20cc 那么左边这个呢 苦长南瓜油是Omega 9 我每天吃60cc 所以我每天的可见油是吃了80cc 这个Omega 369就是必须脂肪酸 所以369 三跟六它是必须脂肪酸 就是说不能够没有的 那么如果我们看左边这个369 如果你吃的比例正常的话呢 你的身体就不会像下面这样 Omega 6太多就会失衡了 就会引起发炎 所以我每天吃的油 就是可见油加不可见油 就是100cc 那这样会不会太多呢 我们要干嘛要吃油呢 其实油它有两种作用 第一种就是当燃料 当能量可以产生ATP 这个我们的油在这个地方 它就是氢被剥下来 它的子子就跑来这里 帮我们的ATP合成煤充电 那么它的这个电子就跑这里 跟空气中的氧气就变成水 所以它是可以产生ATP的 我们来看一下 一天像我来讲 我吃100cc的油 这个有没有过量呢 好比方说我算一下给大家听 我是70公斤 70公斤的人一公斤体重 每天要30卡的热量 算起来差不多是等于2000卡 那么这个2000卡 其中40%是要来自油脂的 所以就等于800卡 800卡来自脂肪酸 那么800卡要来自多少的脂肪酸呢 就是800要被酒除 就等于90公克 为什么要被酒除呢 因为一公克的油脂会产生9卡的热量嘛 那你看我吃了100cc 所以我每天来自油脂的热量 就是有900大卡 100乘9 那么900大卡占每天总热量的多少呢 就是900 被2000储 就等于45% 就是说我吃的这个油脂 虽然是100cc 可是呢 也不过是占了45% 接近母乳的成分 我认为这个是一个最理想的方式 所以我们讲说 按照这个油脂 40% 葡萄糖50% 蛋白质10% 这个叫做长糖生酮饮食 那为什么叫生酮呢 就是说 我们的细胞要用的原料 一种是葡萄糖嘛 葡萄糖 你吃淀粉 你吃碳水化合物 这个叫做生糖 它是分解成糖 那么这个葡萄糖是6碳糖 123456 6个碳的 那么它很小 它可以进到细胞里面去 可是呢 大部分的油脂 都是12个碳以上的 这个很大 它进不到细胞 所以要经过肝脏 它来分解 分解成酮体 四个碳 四个碳 三个碳的酮 所以这个叫生酮 所以我们人 要同时生糖 也要生酮 酮就是可以进入细胞 它是小分子 所以一个人 他如果一直生糖的话 他是不健康的 所以这个图就是说 酮在我们身体里面的血液中的浓度是多少 那最好能够维持在1.0到3.0之间 这个叫做良性血酮化 营养性血酮化 这个表示你身体 你不是完全依赖葡萄糖的 你是有吃油脂的 所以说常糖生酮饮食 它就是一个健康的人 应该遵循的一个饮食方式 我们都知道 一部车 柴油车就是该加柴油 你不要加到汽油 那么汽油车就是要加汽油 那么我们人 其实也是一部车 我们这个车 该加的柴油 比方说就等于碳水化合物 它是百分之五十 那么油脂就等于是汽油 应该占百分之四十 那蛋白质应该占百分之十 它整理是肌油 五十四十 这个十的比例 是让我们身体能够维持健康的 可是大部分人都乱加 乱加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所以最后就允许这个 引擎烧坏掉了 大家看下面最后一行 导致细胞的引擎立腺体故障 因而引起各种疾病 所以说几乎绝大部分的这个 亚健康 代谢症候群 糖尿病 高血压 等等 还有癌症 都是因为吃东西 新陈代谢失调所引起的 那我们为什么要吃长糖生通饮食呢 它目的是怎么样呢 就是说葡萄糖跟脂肪酸的比例要合理化 就像前面讲的 还有就是要减少细胞内酸的生成 我们来看这一个流行的很普遍的公式 这个公式就是说当我们吃这个脂肪酸 比方说16个碳的中理酸的时候 你吃一个分子的中理酸它能够产生129个ATP 还有16个二氧化碳 129倍16厨等于8.06 那么如果你吃的是碳水化合物产生的葡萄糖呢 它就是产生38个ATP一个分子的葡萄糖 还有6个二氧化碳 它的比例就是6.33 所以说我们吃的如果是油脂肪 跟这个油脂成一个合理的比例的话 它的效果会比较好 因为烧脂肪酸的它的效果比烧葡萄糖好过27%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强调 要吃到必须脂肪酸 油要吃到够 才能够减少身体的这个酸堆积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么我们吃油呢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油是构成一个细胞的成分 以及修复所要用到的原料 因为我们细胞 这个细胞膜主要就是油脂做的 大家看这个细胞膜 它有两层这个油脂做的 这个是细胞膜 下面的是里面 上面的是外面 你看这个细胞膜 它会振动的 每一个细胞都会振动 细胞跟细胞之间沟通 就是用一个频率 各种不同的频率来振动 那这个是我们的肠胃道 当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呢 我们的肠胃道 就是由这个嘴巴到肛门 拉起来有三层楼那么高 那么我们的这个肠胃道的表面呢 都是油脂做的 一层很薄 好像比透明的塑胶带更薄的这个东西 这个油脂 它就是构成这个细胞膜的两层 如果不小心的话 或者油脂吃的不够 就会产生肠肉症 这个就是渗透 被动运输 被动运输就是 这个物质会由浓度高的地方 往浓度低的地方渗透 我们吃东西 有很多东西就是这样吸收进来的 另外一种叫做主动运输 主动运输呢 就是说它会把这个东西 由这个低浓度 低浓度送到高浓度主动运输 还有一些垃圾 也要排出来这样 所以说如果你看我们那个细胞膜 是一直在动的 它在挤压 好像球一样在运动 它每一个细胞 有每一个细胞 每一个器官不同的频率 我们的细胞之间是用频率来沟通的 这个就是很正常的情况 你看这个大的蛋白质 表示一个不好的东西 是不能够跑到细胞里面去的 那么这个小的东西 表示说是营养了 好的东西 才能够被允许进入细胞里面 如果你这个油脂吃不够 它这个细胞就会产生肠肉肺肉脑肉 这个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情况 所以很多人讲 长糖生通饮食 断糖生通饮食 其实我是强调 如果没有什么疾病的人 不用去吃断糖生通饮食 那我们社会上有一股逆流 就是说认为断了糖就什么病都好了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那什么情况下 我是认为说 长糖就可以维持我们的健康了 可是在某一些情况下 要吃断糖生通饮食 这个是比较特别的情况 在碳水化合物那一章 我们会更加详细的来解释 有一本书叫做救命饮食 其实我很想写一本书 叫做要命饮食 什么是要命饮食呢 就是油脂吃不够 这个非常非常的要命 油脂吃不够会引起很多很多的后遗症 那么再来就是高糖饮食 这个我们在碳水化合物那一篇会特别强调 还有就是很多人吃素 吃素是一个非常好的好的事情 可是油脂吃不够 也等于是淀粉吃太多 还有就是高蛋白饮食 我们在蛋白石那一篇会来特别强调 有很多专业人士 甚至是医师 甚至营养师 他们往往犯了这个要命的错误 说别人其实也是说我自己 我以前也是这样认为的 因为我们医师 我们受的教育 都是被教导成看病的 我们对营养其实是 真的是不大了解 就以为说生病吃药就好了 营养不怎么重要 那我们又学营养也只有学一堂课 一个学习 学一个学分而已 根本就不怎么了解 所以呢 有大部分的人 不要说别人 讲我自己好了 以前我都是看到这个 三身甘油脂高的病人 就是你要少吃油 不要吃太油 还有胆固醇过高的呢 就叫他吃低脂饮食 其实这个根本就是一个错误 这个已经被很多很多证明错误了 可是呢 大概95%以上的人 还是认为这个是真理 当然包括很多新陈代谢科医师 很多内科医师 或者是嘉义科医师 大概也都还是这样认为 这个关键需要被矫正过来 还有就是看到一些高密度胆固醇过低 低密度过高等等 哇 说哇你要吃清淡饮食 不可以吃油 其实我听到病人说 我吃得很养生很清淡 我就头大 因为很多人 几乎大部分的病 都是吃了太清淡引起的 还有就是说 要胖的人 想要减肥的吃低脂饮食 其实刚好相反 我对减肥患者 我都叫他们吃低糖 断糖 吃生酮 吃油脂 吃好的油 用好的油来期待坏的油 这样 那因为过去几十年来 上百年来 大家对油脂有一种恐惧症 所以很多人觉得 哎呀 听到油就怕 看到油就怕了 他的胃肠到很久很久很久 甚至一辈子都没有吃到什么油 结果他一吃到油就脏气 肚子就滚嘎嘎 腸子脚痛 甚至有人吃一口油 就在吐的 还蛮多的 也有人一吃油 就一直拉肚子 油变成他的一个泄剂 因为他的肠胃道 以为油是坏东西 一吃到就想把它吐掉 这样把它拉掉 那我包括我自己本身也是这样 以前我当然也是吃少油的一个人 一个人 然后一个医师 那后来我就开始觉得 哇 直到这样以后呢 我就开始吃油了 起初也是觉得很难过 很恶心 因为好 吃下去觉得 哎呀 怎么自己命 怎么 怎么查要来吃油啊 这个油 我当然我们就是泡了一些 放甜菊啊 放一些上叶粉啊 把它摇一摇 放一点这个杀鸡的果汁 把它调成很好吃这样 可是好吃的还是觉得很恶心 每次都要用这个泡菜啊 咖啡啦 可乐啊等等 林卡可乐来来来去调制 后来我就发现用豆腐乳啦 韩国泡菜就是很好 可以压掉他的那个恶心的油腻感 其实现在吃习惯了就是很清淡的 好就是很轻松的就把油吃下去了这样 那我们在推广这个 我们要吃足够的油饮食的时候 就很多人说 哎呀 糟糕 我吃胆结石呢 我应该不能吃油吧 其实 很抱歉 其实大部分的胆结石都是因为油吃的少 因为这个胆囊 它是一个收集胆汁的地方 如果你早上不吃油 下午不吃油 晚上不吃油 可能你到了晚上 你的胆囊都没有在收缩 胆囊里面的胆汁越来越浓 越来越浓 都没有新陈代谢 换掉新的啊 所以很久 久的就沉淀 变成一个胆结石了 那还有人说 那我胆已经开了刀了 没有胆能够吃油吗 其实胆 它不是分泌胆汁的 它只是暂时储存 其实我们吃了油 肝脏还是会分泌胆汁啊 所以这个说 一个迷失就是开了胆 胆结石就不能够吃油 这个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还有很多人会问说 椰子油是好油吗 椰子油可以治疗阿兹海默症吗 其实我是认为这个厂商的这个行销很成功 就认为说 哎呦 不管什么病了 椰子油好像仙丹一样 吃的椰子油就会好 我是对这个感觉非常的不可思议了 因为我们讲油 一个油是好油坏油 就看你Omega369的成分 尤其是36的成分多不多 好不好 36多不多 那么因为Omega3跟Omega6 Omega6叫做必须脂肪酸嘛 如果它不是很重要 干嘛叫必须对不对 所以Omega3跟Omega6 它这个尤其是Omega3 意识过敏抗制发炎 使血管扩张啊等等 它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油 那么Omega6吃太多 当然它也是很重要的油 可是你Omega6太多 它作用跟Omega3刚好相反 在日本说Omega6体质 就是容易发炎的体质嘛 它会产生这个PGE2引起发炎 那么这个Omega3引起生成PGE3 可以避免发炎这样 同时Omega369 它是也是制造我们很多很多 神经传导素 所必须要用的这个物质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Omega3 盐质油 有没有含Omega3 大家看这个表 我们表有这个C6C8C10 C12是8 那么野脂油的Omega3含量多少呢 就是C183 我们叫Omega3 含量是0 Omega6含量是1.4 它基本上它等于是 Omega3跟6必须脂肪都含量 将近是0了 所以我们并没有反对说 吃野脂油 因为野脂油它还有C8C10 这个必须脂肪酸 也是一个不错的油 可是我们坚决反对说 什么都不吃只是野脂油 有人用野脂油漱口 野脂油煮菜 然后喝野脂油 其他什么都不吃 引起很多毛病 野脂油它不是一个坏东西 可是你认为它可以用来治病 那你就自早麻烦了 所以Omega3跟6 跟这个野脂油 饱和 单元不饱和 多元不饱和 1比1的比例是正确的 所以大家在吃野脂油的同时 你不要忘记补充这个Omega3 我们在这边来看一下 几个例子 有一个人呢 他是一个阿滋海默症 他很严重 恐慌忧郁失眠 糖尿病16年 身功能不良 医生叫他要去洗肾了 要做人工血管了 那么有一天他来到我们的诊所呢 我们就看他非常的 怎么说服 他都说服不了 后来我们就说好说胆 给他吃了一些油 给他到一个保健馆 吸了一些青啊等等 结果第二天 他就感觉好很多 就来想要接受治疗了 那么我们治疗后呢 这个是我们的最后结果 他起初脑波是这样 结果呢 治疗后 过几天脑波会变这样 就整个脑波就恢复正常了 同时他的这个 快要洗肾了 也不用洗肾了 就是整个情绪都好起来了 所以我们不管是任何一种疾病 我们都是要先找这个过敏盐 然后呢 吃这个B-C脂肪酸 还有吸氢气 做奈米光能热疗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一个标准的模式 不管什么病 其实你就是要把细胞里面的酸排出来 在排出来之前呢 先要预防他的这个 酸过多 所以在美国阿兹海默症学会 他就是说 阿兹海默症占美国死亡第一 那个病因的第六位 它是比一个癌症可怕的疾病 因为它的原因不明 没有药物可以治 没有药物可以治 当然我是认同啦 可是根本就不要用药就可以好 第三种没有办法预防恶化 我认为根本是可以预防恶化的 所以说阿兹海默症在我们这里一点都不可怕 可以治疗 出去可以痊愈 也绝对可以预防恶化 所以我基本上已经推翻了这种非常不科学的这个讲法 主要就是油脂要吃到够 那如果你一个人得了阿兹海默症 这个内科医师可能会给你做电脑断层啊 只不过认为你脑萎缩吧 或者MI啦 或者PET啦等等 造了一堆的检查 吃了一堆的腹射 那不如你好好的吃一些油嘛 把这个脑细胞修补好 就是要按照这种 长糖生酮饮食来吃 那么什么情况下要做低糖呢 断糖呢 我们后面还会再提到 所以上面就是讲说按照母乳脂肪酸的比例来吃油 谢谢大家收看 那么下面呢 再看这个按母乳母奶乳糖比例来吃碳水化合物 跟按母乳氨基酸比例来吃蛋白质 大家看看这种摆氨基酸比例来吃哦 10朵寻臉